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建国之后 出国留学可以说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并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出国留学的 只有一些家庭比较富裕 或者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才可以有机会出国留学 那么大家知道 钱学森在出国留学回国之后 待遇有多好吗 有一项待遇只有皇帝才能享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钱学森是我们国家非常出名的一位科学家之一 并且在空气力学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研究 钱学森本是在上海交大读书 后来因为获得了清华大学去赴美留学项目 所以钱学森前往美国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 在美国钱学森获得了航空学的博士与硕士 在当时这样的成就可谓是很多科学家望尘莫及的 当时他的美国老师对他也十分的弃重 并且希望他可以留在美国 为美国做出更多的贡献与发明 而钱学森考虑了中国的国情之后 居然返回中国 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导师劝说无果后 美国官方多次阻挠钱学森的返乡之旅 甚至在钱学森办理飞机票的过程中百般阻挠 最终钱学森之所以可以回国 也是国家与美国多次交涉之后的结果 而美国在阻挠无果之后 非常害怕钱学森为中国科研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百般刺伤 中国也十分小心 为了保护钱学森的生命安全 不仅派出专门的保镖 来保护钱学森的日常生活安全 并且还专门设有一名试毒人员 在钱学森准备吃饭之前 新试验饭菜是否有毒之后 钱学森才可以食用食物 可以说是皇帝才有的待遇了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